要到冒烟 硫酸般的液体在便池沸腾 旷当一下 便池竟然被烧出个洞 这个奇葩的男孩叫做佩勒 个子瘦小 不太活泼的他 在学校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老实人 他呢喜欢班上的女生阿曼达 但对方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佩勒极度渴望成为瞩目的焦点 却又没这个能力 这天他在学校天台独自哀赏 突然看到有人在欺负一个跟他一样瘦小的家伙 他将手中的苹果砸向对方 结果惨造发现 被追了大半个街区 借着瘦小的优势 他一头钻进了旁边的灌木丛 在躲藏期间 一只蚂蚁趴到了他身上 朝着脖子狠狠咬下去 佩勒顿时觉得天昏地压 神志不清地昏睡过去 直到晚上才醒来 回到家后 他饭都不吃 直接睡倒在床上 在梦中看到了无数的蚂蚁和糖 早上醒来的他 还没发现自己房间 已经被糖果和甜食弄得是一片狼藉 自从被蚂蚁咬后 佩勒的身体发生了某些变化 这个男孩想喝饮料 却一个不小心 把玻璃杯捏了个粉碎 在学校开个门 却直接把门把手给拽了下来 这一幕 让之前那个被欺负的家伙看到了 他叫做威廉 是个超级英雄漫画的忠实粉丝 看到发生在佩勒身上的事情 他马上认定 这个人是个超级英雄 佩勒在之后的体育课上 依靠本能狠狠胖揍了老师 还能一拳打黑墙壁 这让他兴奋无比 于是他找到威廉 希望能和对方合作 就像蝙蝠侠和罗宾一样 威廉带着佩勒参观了自己的豪宅 并开始测试他的能力 现在的佩勒 不仅咬合力惊人 鼻子灵敏 而且还力大无穷 甚至可以分泌乙酸 把一切都溶解掉 心灵手巧的威廉 为佩勒制作了一套战袍 还配备了无线耳机 准备就绪后 佩勒给自己取名蚂蚁男孩 两人一起出门寻找犯罪事件 期望能一举成名 可等来等去都没有事情发生 饿了想吃甜食 但没钱 于是威廉只好替他去买 可他刚一走 就发生了一起抢包事件 佩勒追了上去 依靠本能制服了对方 威廉回来后 佩勒想给他展示下自己爬墙的能力 奇怪的是 现在却又不行了 这时威廉才发现 原来佩勒力量的来源就是甜食 于是他又做了一条 能随时补充糖果的腰带 之后的日子里 两人一起打击犯罪 保卫城市 蚂蚁男孩很快火遍了大街小巷 但威廉很快就发现 佩勒没有作为超级英雄该有的谦卑 他更喜欢被人追捧的感觉 两人第一次发生了分歧 危机也悄然临近 这个女孩正在装表蚂蚁男孩的海报 却突然被一个神秘人掳走 她的姐姐联系了蚂蚁男孩 希望佩勒能帮助自己找回妹妹 被掳走的正是阿曼达 于是佩勒直接将姐姐带回威廉家商量对策 她跟着阿曼达留下的项链的气味 一路追到了当时被蚂蚁咬的地方 那本应该是一栋空笼 潜入进去后 佩勒才发现 这里居然是一座巨大的实验室 阿曼达就被关在这里 而掳走她的人 也轻易将佩勒关了起来 原来啊 这里的主人是个科学家 以前在阿曼达他爹的公司做事 就是他研究出了 可以让人变异的蛮虫 目的是为了拯救病重的母亲 然而之后 公司却撤掉投资 这让他没有办法继续研究下去 自己的母亲也无奈定重去世了 为了报复 他把自己变成了跳蚤人 跟佩勒不同的是 一个需要吃糖补充能量 而他需要吸血 佩勒的真面目 也一早就被看穿了 不一会儿警察赶到 跳蚤人只能是先行逃走 但佩勒的自信 已经被完全击溃 他只想回到普通人的生活 但跳蚤人 不会轻易放过他 跳蚤人在最后袭进了学校 佩勒被揍了个体 无挽估 威廉也被掳走 没有办法 佩勒之号硬着头皮追了上去 他在地上 找到了威廉亮露的眼镜 跟着气味来到一片森林 救下威廉后 他被突然出现的跳蚤人一群打黑 这时他才终于明白 虽然对方的能力比自己强太多 但他也有弱点 那就是没有同伴 于是佩勒拨下战壕 吸引跳蚤人的注意 然后开始跟着打起了嘴巴 无非就是一些同伴啊 力量啊之类的力量 众所周知 反派一般死于瓦路 威廉悄悄把他跳蚤人身后 拔掉他身上的输血装置 而佩勒却还有很多汤可以吃 经过激烈的战斗 跳蚤人被打败 小镇又恢复得和平 佩勒和威廉处运好 就算没有人跳蚤人 他们也将继续守护小镇 这部电影呢叫做蚂蚁男孩 跟一般的超级英雄电影一样 这部作品也没能避免俗套 想成为超级英雄 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变异 主角团呢都是小孩子 而这部电影中 蚂蚁则象征了 虽然弱小 但聚集起来也很强大 算是这部电影的一个特点吧 假如吃甜食 可以获得强大的力量 同时又不用担心 蛀牙的问题 那该多好呀 今天的小龙包电影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小可爱们